会吴老兵敏锐地观察到 站台上的男人有点不太对劲 只见他打完电话后 拔出电话卡扔进垃圾桶 然后鬼鬼祟祟的张望四周后才走上列车 起初巴德并没有在意 但列车开出没多久 他又发现乘务员表现出一样的神色 女人小心翼翘了敲厕所门 见里面没有反应 便神情紧张地走向列车尾部 多年的战斗经验告诉巴德 这里一定有大事发生 他连忙安顿好孩子 然后主动找到乘务员 在亮明自己的警察身份后 他才得知 厕所里很可能躲着一枚自杀式人弹 虽然乘务员告诉他 反恐特警已经在下一站蹲守 但身经百战的巴德很清楚 一旦嫌犯感觉到列车停靠 他就会立刻冲出车厢引爆炸弹 为了避免事态恶化 巴德指挥乘务员远程开锁 接着就准备直接冲进去制服嫌犯 可不料刚一抬腿 男人竟然主动走出了厕所 而他的身上也并没有炸弹 在告知乘务员威胁解除后 巴德回到厕所排查炸弹痕迹 却没想到一推开门 原来真的藏着一枚圆弹 女人显然已经被丈夫洗脑 无论巴德如何安抚 她的情绪始终都无法冷革 看样子女人是被迫训导 并不想真的引爆炸弹 于是巴德再次尝试和她聊天 还给她看了自己的一对儿女 果然看到孩子的照片 女人脸上出现一丝松动 紧接着巴德告诉她 自己也曾经上过阿富汗战场 深知平民在政治中的无辜 他们都不应该为了那些满嘴谎言的政客 去牺牲自己的生命 终于在巴德的努力安抚下 女人情绪逐渐稳定 还同意她给乘务员打电话 紧急疏散相邻车厢内的乘客 并转告特警 表示女人愿意配合谈判 然而等列车缓缓驶入废弃车站后 特警却全副武装直接冲上了车 还安排了狙击手在相邻车台就位 原来他们并不打算和女人谈判 反而准备直接一枪击毙人弹 巴德健壮连忙用身体做掩护 请求他们不要开枪 因为女人已经同意投降 他不希望再搭上一条无辜的生命 但显然特警只想简单了事 不断催促巴德赶紧让开 由于双方始终僵持不下 女人变得越发紧张 特警知道自己手中武器的威力 一时之间竟不敢开枪 狙击手也因为二人不停转拳 而始终无法瞄准 最终特警只能派来拆弹专家 为女人卸下身上的炸弹背心 一场灾难性的恐怖袭击 被巴德兵不血刃的化解 因为他的出色表现 回到伦敦后便获得了上级提拔 巴德被指派为内政大臣朱利亚的贴身保镖 虽然看似得到了晋升 但对他来说却并不是件值得高兴的事